第六期勇敢的世界 本于热尚未散尽 第七期节目预告片中热血来袭 激起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在预告片中 众位勇士摩拳擦掌 准备挑战高难度动作 过马安 不将全身新投入比赛 压腿 拉筋等热身动作 让人忍不住 对他接下来的表现好奇不已 承销挑战过马安画风忽别 让杜江忍不住指着屏幕上的画面调侃道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架飞机 预知更多精彩故事 敬请锁定本周五中午十二点 于蒙古TV全网独播的勇敢的世界 准备比赛 承销直呼 我心脏跳得好快 在本期的节目中 众位勇士需挑战过马安 这一高难度任务 为赢得这场比赛 大家都拿出了十足的盖技 准备一展实力 王子义信心十足 做出了大鹏斩翅的姿势 准备起跳 一旁的陈乔恩还做出了预判 我觉得他六七分没有问题 另一边 杜江也十分认真地做了热身动作 压腿 拉筋 每一个动作都格外专业 看了一旁的承销 陈乔恩等人对其表现期待不已 待到承销挑战时 他竟已改往日轻松状态 大呼道 我心脏跳得好快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他们分别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画风突变 杨笛捕刀成销 刘海不见了虽然大家的赛前 准备做得十分认真严肃 但是等到挑战过后的突变画风却让人捧腹不已 杜江细心十足地往前冲去 只见他气势十足地跳上马鞍 魏廖却在最后的几妙关头从马鞍上翻了下来 落入了前方的水尸中 看到杜江躺在地上羞涩的大笑 陈乔恩 成销等人也被眼前的一幕乐得直不起腰来 杨笛更是毫不留情地捕刀刀 这是我看了的杜江吗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还有成销 一番挑战过后成销过马鞍的画面 被定格在了屏幕上 见到成销的刘海因为奔跑速度过快被掀了起来 杨笛条看到成销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刘海不见了 看到成销起跑速度过快以致画面模糊 杜江更笑言道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架飞机 勇士们还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在接下来的比拼中 他们还将碰撞出哪些火花 检查看 我 就会谈好 我们都应该有這些人 我